根据俄土总统22号签署的叙利亚北部局势谅解备忘录 自当地时间23号中午12点起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员和装备应该在150小时之内 撤至土序边界以南30公里以外的地区 按照时间推算 150小时的期限应该在当地时间29号下午的5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晚上的11点到期 当地时间29号在撤离期限到期之前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宣布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已经提前完成了撤离行动 邵伊古表示库尔德武装已从安全区撤离 并且是提前撤离 随后叙利亚边防军和俄罗斯军事警察进驻了这个地区 随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证实 俄方已经告知土方有关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撤离的消息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强调 无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否如期撤离叙北部 土耳其都将在叙北部建立安全区 土耳其将与俄罗斯军事警察在安全区内联合巡逻 此前土耳其方面曾多次警告称 如果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撤离指定区域 土耳其将展开清除行动 另据俄罗斯卫星网29号报道 土耳其驻俄大使萨姆萨尔表示 土耳其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新的袭击 根据俄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的关于叙利亚北部局势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和土耳其将在150小时之后开始联合巡逻 对此萨姆萨尔说 目前很难预测联合巡逻将如何进行 这将由国家军队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 这将由国家军队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